《沙沙婦女銀袋日》 Janus Mann任形象大使 國家有難 只要我們團結起來 沒有人可以欺負到我們 你 最不怕我偶像阿子彈 你沒聽Janus說採訪的時候 見到雷神嗎 沒法我那些國家級的英雄在那裡 怎能夠親回他們 馬壇盛事 沙沙婦女銀袋日 這天就在跑馬地馬場舉行 期間還有雷神級嘉賓現身 他們就是名無謠書日 Janus Mann和洛基兒 Janus Mann是今屆形象大使 而形象總監洛基兒 還幫她設計四個最美造型 給公眾投票 其實自己這次真的很開心 也很榮幸可以做到 莎莎婦女銀袋日的Image Girl 還有今次大會的主題顏色 也是粉紅色 其實粉紅色是一直自己最喜歡的 中國人並不是東亞病夫 Vicky 你猜我以這身國家英雄的造型 現身沙沙婦女銀袋日 可否引到Galey或者Janus Mann 看我一眼呢 你放心 尤其是Galey 她會今屆沙沙婦女銀袋日 擔任形象大使的Janus Mann設計造型 你這個款式 別人這麼有品味 真的喜歡我的頭髮 我們初初有第一個造型 就是粉紅色 那個就叫VaVa阿芬葛 女性都已經為了這一天 去找她自己覺得最美的裙 最美的造型出來 第二個造型就在後面 就是Spring 這次的活動也是關於女性的 她們在這麼多年 就是每一年做得越來越來好 那當然有個黃色裙的 就叫Family Value 最後那張紅色的裙 因為接下來 10月17日這個活動 你會看到很多女性 會很confident地去試一些很特別 很daring的outfit 大家好 講起香港馬壇的綠色系賽區 大家很有可能會想起 戰績標明的綠色俊威 那今集《俊馬美人關》 一於大家一齊來對她加深認識 年七歲的綠色俊威 馬主是李嘉俊 而她爸爸就是資深馬主李榮漢 因為李自一家從事私發生意 大部份產品都是綠色 加上綠色是她們的幸運顏色 所以外區都以綠色來命名 說回綠色俊威 她5月贏完新加坡的 Chris Fire國際短途錶 沒有多久之前 又獲得日本人馬錦標的亞軍 遠征表現這麼好 今次再戰日本 大家又怎可以不撐 我叫你記實些騎士名 拿著馬片那些 這麼多戰技 不記得? 那星期五國慶杯的賽馬 分數形勢怎麼辦 真是你英雄來的 今次全靠你了 下集見 蛤?你... 乾杯